108对称造型实体 好那这一题呢我们先画 这个圆柱的部分 所以这边炒绘 from面 炒绘 然后绘制一个圆 那圆的 大小是只进100 所以这边打100 确定 Ctrl D 然后做隐身 隐身的距离是200 所以这边 200 打勾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画这四个 炒勾 所以这边我们以这边来画 所以这里呢 选择炒绘 right面 炒绘 然后呢参照 这个边跟这个边 然后我们把平面显示关掉 用直线 画一个直线 然后呢圆弧 从这一点 到这一点 那记住中心点没有在 这一条线上 所以不能绑在这一条线上 好完了之后呢 来我们这边给一条中心线 好 那 法相的部分 好来标注尺寸 好来这边30 所以这个点到中心线到这个点的距离 还有 还有 这边是100 好 所以就是这里到 这边的距离 还有这个的半径 好所以完了之后 然后框选起来 右键 修改 右键修改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来 把再生拿掉 好来 这个地方是30 30 这个地方是100 这个地方是半径60 好 确定 好 完毕之后呢 确定 好 好 然后Ctrl D 然后我们做隐身 好 隐身的时候我们做对称 好 然后这边的距离是多少 20 这边是20 这边是20 然后呢 我们做实体的部分 好 做除料 好 然后确定 好 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以这个做正列 来 所以选择隐身2 正列 这边选择轴 以中间这只轴 我做4个90度 打勾 好 那这一个超勾的部分就做好了 好 做好之后呢 来 接下来我们看后面这个部分 后面这部分告诉我半径是40 然后呢 呃 这边 这边呢 他剖面这一个到这里是80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 好 我们把平面显示出来 好 做一个平面 选择他方面 往上 好 因为80一半 所以往上是40 好 40 所以这边 平面往上于40 好 确定 好 然后呢 再炒会 这个面 好 然后这个是向底部 好 然后这里呢 我们把平面显示关掉哈 这边 画一个圆 好 然后他告诉我们 半径40 所以直径就是80 确定 好 Ctrl D 好 然后引申向上除料 好 那 这边我们做穿 贯穿好了哈 好 好 然后再将这一个阵列 好 选择 参照也可以了啊 但参照这边如果不能用的话 那只能选轴 好 走4个90度 打勾 好 那 这边的部分就完成哈 好完成之后呢 他的坐标系 是在后面这里哈 所以这时候呢 来我们把平面显示出来 好 坐标系哈 那 Z 走要朝这边 所以这时候呢 这边好 先点这里 跟 呃 这里 好 OK 然后呢 呃 再点这一个 所以Z 走朝里面之后 就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 这边做完之后 来第一个表面积为何哈 好 桌标系选这一个 好 表面积是 这一个 好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看 呃 立轴 是这一个 好 然后 他这边改变尺寸哈 第一个 啊 啊 R1为50 R2也为50哈 好 来 这边 R1 R2分别是 这一个50哈 这一个也50 所以这里 是 草惠的编辑定义 好 这边是50 好 打购 然后呢 这边右键编辑定义 啊 这边 R2也是50的话 那直径就是100哈 所以这边是100 啊 确定 然后呢 W为90 W这里也90 所以一半是45 好 所以这边 DTM1 右键编辑定义 好 这边45 好 确定 好 Ctrl D 好 所以这时候呢 他问你 Z轴啊 点一下哈 质量属性啊 Z轴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呃体积是这一个 好 好 好 然后接下来 AB2点的距离 AB 啊 A是这一点 B是这一点啊 所以这时候呢 点选这里之后 A点是这里 按住Ctrl键 点V点 好 距离是这一个 好 以上这边是308T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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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